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抢通中由于事故下方正好是渔船的储油潮 渔会也紧急调派抽油车把油抽干 北陵路山峰现场机具一早就启动 进行抢修作业 也把之前被吐石冲入边坡的小货车吊起 而停车场下方受困六辆车陆续运走 透过公路总局3D建模图来看 现场大量聚石块高度大约40公尺 约10层楼高 坍塌面积粗估1500平方公尺 是三个篮球场大 坍塌的土方量更是高达12000立方公尺 预计要到6月11号才能够抢通 这边有一些边坡其实它历年有一些零星的小弱子 它属于坡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大概都做了一些就是喷浆混泥土 然后把它稳固 然后这个直升卦网 所以直升卦网这几年其实它的整个的 这个树木跟富裕的状况也都不错 所以空拍建模起来其实是并没有就是说 风它的征兆 那可是就是说零星的不往其实我们都还在 公路总局潜力抢通 市长谢国梁中午特别带来便当和饮料 慰绕辛苦工程员也关心抢灾进度 它的那个能量 那三台的破碎机是比较大的 200是一般我们就是正常的挖土机的大小 但是那个现在就是一边碎解这个快食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便道 因为这个我从下面挖的话 上面还会再攻塌 大块的落石滚动会影响市民人员安全 而且会造成更大的攻塌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一阶一阶的往上爬 那所以现在就是把整个快食列解之后 形成一个平台变道上去 那我第一阶的平台 这个平台就要设在那里 对我们现在大台的怪手的高度 大概就在四五公尺第一阶平台的位置 我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能够恢复通行的日期 那当然我们昨天晚上在前进指挥所的时候 我们的公路总局的分局长 基本上是跟我们承诺希望礼拜二能够准时的通车 那当然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所以我觉得对于事工的进度绝对有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今天的天气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救灾的情绪 我们希望能够准时在下周一左右能够完成抢空 周二能够通车 而在台二线基隆境内路段 有很多易落石地区 市长谢国良说已经致电立委林佩祥 希望未来能够争取中央预算 提早监测和探勘 刚刚也打给了我们的公路总局的陈文睿局长 因为其实所谓的台二线 在我们基隆市的境内其实路段蛮长 那最近呢其实有很多是一个易落石的地区 我也请我们公路总局 不只是除了今天坍塌的这个路段 是他们负责以外 我们希望在基隆市境内的部分 我们需要公路总局积极的来协助 来把未来的可能的易危险地区 要做好提早的监测跟探勘 那对于我们基隆市本身自己在养护的部分 那我们一方面来用防灾准备金来进行救灾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预算 来去做更多我们基隆市 我们自己在管的这个56亿 这个比较危险的地区的一个监测 那另外我也打给了这个我们的立法委员林佩祥 跟他表达说基隆市其实 这个有一些相关的监测的一些预算 其实仍有不足 那这个监测的经费 其实也不能不太适合用 所谓的灾害准备金来运来这个动机 所以可能也请他跟中央协助 这次三崩地点下方还有一个渔会的加油槽 落石掉下来当下也吓坏不少人 进入去渔会一早就请来中游油罐车 前来抽油 昨天当话甚至说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还好啦 只有一块小石头砸到旁边的小油桶而已 那油库本身我们马上检查完全没有漏油 现在只是为了安全己见 为了施工方便 所以我们把油抽走 昨天发生严重的一个落石现象 那这个落石的下方刚好就是我们在 长滩渔港非常重要的一个加油的一个场域 那所以昨天也立即协调基务市政府 应该在上面来做一些基础的一个防护工作 避免这个落石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 那也感谢中油公司在今天 立即派有相关的一个油车 到现场来做相关油库的一个抽取 那也是为了确保整个区域的一个安全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积极的协调基务区域会 那如果在长滩渔港不能加油的话 是否能够移到八斗市渔港来提供渔民加油的一个服务 那我相信渔会目前已经在 研理相关的一个措施 那希望说在这样的相关的 安全保障的措施当中 也可以兼顾渔民相关的一个权益 公路总局预估最快要10号才能把土石清理完毕 11号开放通行 但就怕近期封面报道 不造成第二次塞封 现在除了抢修 也要延防土石崩落 避免造成更大危害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而潮进公园前的大山崩路 整个中断 不只民众受到影响 包括潮进公园内的店家都受到冲击 市长谢国良前往视察 将在6月6号邀请潮进商家开会 拟定振兴方案协助商家 从户外绝美的海景 潮进知名火锅店 平常到了吃饭时间 游客坐满满 但现在放隐望去 一个客人都没有 让业者好无奈 很难订啊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订 然后没有订到这样子 今天刚好 出来想说碰碰硬去这样子 刚好被人碰碰 对啊对啊对啊 道路上的话是一定会有一点影响 因为毕竟外地人比较 比较不知道说这个进来的位置 对啊对啊 受到北宁路山崩影响 潮进公园内的餐厅店家 冷冷清清 你们今天还是出来坐 没有摆摊不行啊 还是坐 对啊 这样大概会少多少 平常本来就比较少人的啦 对啊假日呢 假日就影响更大 嗯 你们本来想说端午节可以有一点 对对对 就是 这边就紧 就是夏天会比较好 啊东北地方这边就没有人 啊夏宇湯就比较少人 希望端午节的牵挂在通吗 还是 好,就刚刚卡在端午节 过两天 我们会跟潮进这附近的店家 大家有一个座谈 我们针对于这个礼拜他们可能有的一些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路完全断掉了 然后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收入 所以虽然店家不多 但是我们还是会针对这些生意受影响的店家跟他们座谈 然后希望在这个恢复之后 我们能够连同附近的店家商家还有海科馆 来做一些这个灾后的一些振兴 希望他们的这个生意 跟他们的一些这个营收 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 即便如此 还是有零星的游客到海岸边看海 拍照打卡 心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新闻啦 有传交所 有说什么 好 就是这个三邦他们 你们不要来 我们本来就来这边玩的 我们今天晚上就回船上 回船上 对 已经在 前面就是 因为三邦意外 导致道路中断 连难影响商家 金融市长谢国良勘灾时 强调会邀及 朝鲜公园商家 提出振兴方案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市议员张耿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特别关心目前的应变情形 要求市府特别监测七堵区的大小桥梁 而且要用专业的仪器来监测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中正区北林路6月3号下午2点多突然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的情况 市议员张耿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也特别关心 咨询市长谢国良目前应变的情形 虽然这个权责 但我也晓得是公务总级的 交通部公务总级 检释维修 都是他们应该要做的 不过唯一一点就是土地在我们基雄市的土地上 当然在整个对我们基雄市的影响还也是会有 因为毕竟离朝鲜公园很近 那相关的作为我们事务有什么作为 我们跟公务总局现在有双方来合作 希望能够尽速的抢通 我们这一段已经被阻断的道路 那首先也先安排了替代的路线 那我昨天晚上再度的回到了前进指挥所 跟他们的分局长 讨论目前的工法实际的进行跟一个情况 那公务署的同仁有些记政相当的辛苦 忙得相当的晚 那就为了要希望把这个所谓这个油草 因为它这个下方有一个中油的油草 希望能够把它能够呢 就是保护好 不要让这个它的未来的一些这个贪邦 就是可以破坏到这个油草 那也请中油把这个油草来把它抽干这样子 那目前预计是大概 我中午左右会在过去了解一下最新的进度状况 因为是担心连日未来的下雨 会影响到工程的情形 不过原则上我们大约是定大概下礼拜一左右 希望能够把这一段的工程能够抢修完毕 然后恢复这个附近的交通 张耿辉也认为危机就是转机 也要求市政府要特别监测七堵区的大小桥梁 不要只用目测 而要用专业仪器来监测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03的地震以后 对于我们尤其七堵区的桥梁 七堵区的桥梁 就有八个重要的桥梁 从我们大华一进来 它是没有钢垢的 包含重置 七堵 六合 百湖 五湖 十建 还有我们千祥 总共八座 包含我们北二高 万瑞系统交流道 大华系统交流道 六合快速道路 那个都在床 河床底下来弄结构的 那本席也提了案子 我希望公务处不要用目测的 你一定要有仪器的 目测没有比仪器更厉害 很多今天就是发生这种事情 目测感到没怎么样 结果路大华累积了 常年累积的 它逆向坡就是累积出的 一下子垮下来 不幸中的大幸 幸好昨天没有伤亡 也刚好不是假日 不然不得了 市政府公务处也回应指出 特别是在04 03地震之后 除了目测之外 也有用仪器检测全市的大小桥梁 初步检测结果都是安全 请市议员放心 那这个部分就不止只有目测 我们还有请那个专业的 技师厂商利用相关的仪器 来进行一个地震后的一个测量 一个检测 那初步的检测结果是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异状 那这个是针对02 就是04 03地震的一个地震的部分 那针对就是平常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针对我们前市的 196座桥梁的部分 我们来做一个就是依照我们的公路局的一个规划 我们来做一个 我们分成AV两组来做一个 一般性的一个检测跟一个修复 那每年我们都会变列 变列一笔一算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例行性的工作 那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检测完了之后 也是请专业的厂商来进行检测 检测完了之后 有需要维修的部分 我们当年度就会立即变列算来维修 市议员张耿辉也要求公务处 要把检测结果送给议会议员们来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林敏勋也特别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特别关心市长在灾害发生当下 是否有及时掌握到灾害情况呢 因为有新闻指出市长并没有掌握及时的灾情 对此市长谢国良也做出澄清 中正区北林路6月3号下午2点多 突然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的情况 引发社会各界关心 市议员林敏勋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特别关心 市长谢国良在灾害发生当下 刚好在市议会被询 是否有及时掌握到状况呢 这边有看到一个新闻 我希望市长应该是要来澄清一下 就是说明并澄清一下 就是说这边里面新闻是提到说 您在第一时间是没有掌握这个讯息 而是民进党团的议员提出来说 他们要放弃这个总质询的权利之后 然后才让您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 那针对这部分 因为媒体上面是讲说 你第一时间并没有明确地掌握这个情况 因为大概2点29分的时候发生的 那民进党团提出的时间 因为我有看直播大概是2点40几分 然后是在这个昨天下午刚好是这个 我们副议长杨秀毅副议长 所主持的这个会议之后 就拍板确定 有民进党团的议员 放弃这个下午咨询的权利 那希望说以救灾为优先 所以才赶到这个现场去 去现场关心 那市长有没有要针对这部分 做一下这个澄清 因为上面把你写的是 你完全那时候你不知道 没有掌握这个情况 然后才新闻 我上面看到的新闻是这样写 那市长是不是要做一个澄清跟说明 对此市长谢国良也做出澄清表示 就是有掌握到突发及时的灾情 才在市议会和正在咨询的 民进党市议会党团同意下 先赶到北宁路现场勘灾 对于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 遗留下来的咨询时间 只要市议会同意更改时间恢复 他也非常支持 那现在新闻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来看事情同一则新闻 呈现出来的结果都很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在议会背询 主要是尊重议长跟议会成员 最后的决定 那因为过去也比较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案例 我后来到现场以后 就跟陈宜总召说 我们觉得很感谢他能够 让我们中断议事能够到这边来 所以如果说他们所 遗留下来的那个时间 要来恢复的话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支持 那请他跟议长跟副议长来讨论 是否要来恢复 我想我就是做以上的报告 谢谢 而市议员林敏勋也建议 市政府相关单位 有鉴于去年到今年以来 基隆市发生大小的崩塌意外 市政府应该针对基隆市 敏感地区 加强监测 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这边也是要提醒市府 就是相关单位 包含我们都发处 地震处 产发处的部分 希望说可以针对本市的 这个地质敏感地区 再做一个加强的一个监测 因为今天这个事情 是发生在朝经公园 那但是其实我们暖暖 七堵的山区 其实很多山区 是民众产业道路通行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说 要加强一下 因为刚好我们这个 前年才发生这个 281项大面积土石崩落 也在这个月6号才要开 才要开这个自在说明会而已 然后我们那个 暖暖福星宫前面 也正在做互泊工程 那很多民众 其实昨天第一时间 就问我说 那是不是那地方 又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跟他说 其实没有 是本来就在做互泊工程 只是因为刚好昨天 发生了这个朝经公园的走山事件 那所以说这边 可能也要 这边提醒 一定要提醒市府 就是说万木山也是许多人口 就是许多民众 会在晚上 这个休闲散步的一个好地方 甚至那边整片 如果你好天气 其实上千人都有 那其实那一片 就是从我们的影片当中看过去 我以为是那一块掉下来 就还好不是只是 一个社会案件而已 并不是这个 那个公安的事件 但是这一块 其实是要非常注意的 万木山那一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 有民众向市议员 吕美玲和张芳丽陈晴 在仁爱市场 另外一边的人四路 和爱二路口 一样人车交错 却没有任何的交通号制 因此市议员张芳丽 特别办理会开安 希望赶快改善 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问题 仁爱市场周边的人四路 和爱二路口 虽然有斑马线 却依然是人车交错 因为这个路口 没有任何交通号制 协助民众过马路 相当危险 过个马路 还是得靠行人 和车辆驾驶之间 彼此心有灵犀 互相礼浪 才能安全通过 因为这里的确就是 它是在市场的周边 所以如果在没有交通号制 的情况下 对于行人跟车辆 就的确会造成混乱跟堵塞 对 所以也希望交通相关部门的话 可以在这一部分 可以多做一些评估 看一下交通号制在这的 可行性跟必要性 也因此民众向市议员 吕美玲和张芳丽 陈勤 希望仁四路和爱二路口 是否可以比照 前一个平行路段 爱三路和仁四路口一样 规划设置行人专用石像 并且画上绿斑马呢 因此市议员张芳丽 特定邀及当地里长 以及市政府交通处 仁爱区公所等 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 爱二路以及仁四路路口的 交通安全问题 因为这个路口是 直接从爱二路 它要到那个仁五路 然后呢 那个爱三路那边也转过来 也是要来市场这边消费 所以人很多 车子也很多 所以常常发生的一些状况 我们美玲议员的选民 也一直的反应 希望说我们在这里 能够设置 能够警示 这个车子 车子不要开太快 人也要配合 我们很多的安全设施 虽然是一个 现在是有爱城市 车子都是要让人的 但是我们也要考量 太多车子的拥赛 也会影响行人的动线 在会看之后大概有一个基本的结论 交通署他也非常乐意 他要请专门的技师来做会看 来评估说这些路口 不止这四个路口 也要附近的路口都要一起来做评估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交通动线就会比较顺畅 会看后市政府交通署科长承诺 将请专门技师 尽快来评估规划附近这些路口的 相关交通安全改善措施 提升民众过马路的安全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转运站即将在7月1号启用 6月29号市营运 透过镜头带你来看看 如何进入转运站 搭乘国道客运和市区的公车 我记得我们聊住很久了 最近每天都要搭车 搭很久的车了 所以我觉得很好 还蛮期待的 就希望可以赶快 结合国道客运和部分公车路线的 基隆转运站 将在7月1号启用 6月29号市营运 民众都很期待 也想了解搭车动线 就是说里面是国道客运 外面是公车 这样的分别 你觉得OK吗 可以啦 反正就把它分清楚 然后呢 规则讲好就好 跟着市政府交通处 科长的脚步 带您来开箱 怎么进入基隆转运站 和转运站外面的 市区公车后车停 可以先从火车站的南站 然后过了这个绿色的行川线以后 然后步行到这一边 就是我们的中一路转运站的大门 走进去以后会分为两个部分 在这个位的右手边的话呢 就是国道客运的部分 那如果要搭乘市区公车的话 就往左手边移动 就是过了左手边左转以后呢 然后下楼梯过这个 斑马线以后 就可以到了市区公车站的后车厅 那右手边的部分 是国道客运的区域 那包含这一些 依序有编号1到13 那包含前面的2号到5号 那就是国道客运的部分 而后面的6号和到8号 那是泰勒客运 那9号的话就是9006的基勇客运 和光华客运 那10号的部分就是 大家比较常往内湖科学园区的 日豪客运1573等路线 那如果从北站的话 其实也可以很快的 就接到这一个转运站 从北站出来以后 然后就可以走我们旁边的楼梯 然后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转运站 那如果搭乘市区公车的民众的话 就是往这一个方向移动 另外从旧火车站旁边 这个大顶棚下方 也可以搭电梯或走楼梯 进入转运站 如果是下雨天 还可以从火车站南站 经过街舞空间这个连通道 来到大顶棚下方 同样利用电梯或楼梯 进入转运站 不用担心风吹雨淋超便利 我觉得蛮需要的 因为一直以来都一直这样露天 还是需要有一个统整的地方 然后车子也不会这么乱 我觉得我儿子上班比较方便 会上班比较方便 对 就是有一个转运站 像台北转运站那样 觉得说这样子是不错 对啊 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像台北转运站一样 就是你要搭车地方 就去同一个地方 然后同样地方下车 也比较安全啦 动线也不会这么乱 我觉得 现在目前这个国光的临时站 那未来的话呢 就没办法再应运了 然后后来 本来会在海洋广场下课的话 的民众的话 那之后大概都会集中在 这一个转运站 也就是刚刚 大家看到这个大顶棚后方 对 在基隆火车站旧站后方的 这个转运站 那全部都会集中在里面上下课 以后的话就是集中在里面 以后的话大家下车的时候 其实都是干干的 就是舒舒服服的 然后到达基隆 对于基隆转运站即将启用 民众都相当期待 市府也将加强宣传相关的进出动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由社团法人基隆爱迪嘉全人关怀协会 主办的 攜手同行 浪梦飞翔工艺园游会 在陈济转运站登场 另外林佩祥 以实际的行动 花钱享用美食小吃 希望呼吁更多的民众 一起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弱势朋友和家庭 由社团法人基隆爱迪嘉全人关怀协会 主办的洗手同行浪梦飞翔工艺园游会 在陈济转运站举行 提供在地美食小吃饮料 趣味小游戏 以及手作文创小物等等 立委林佩祥受邀参加 并且在园游会中 用心花钱尽情享用美食小吃 支持这项公益园游会 林佩祥呼吁大家在公益园游会上 就是要多逛多买多吃 一起用新台币支持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弱势朋友和家庭 希望大家在这边多消费 因为我们爱迪嘉基金会 是靠大家的善心 把我们这边的活动继续下去 而我刚刚也在那边 来了之前在那边市集走了一圈 随大多数的都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都是我们基隆市的好朋友 所自己开的摊位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这样的活动 不会只有一次 希望大家未来多多利用这个场域 我们跟基隆市政府会成立合作 把这场域变得更好 七月份这边的转运站一定会开 开了之后呢 像这边的人口会越来越多 请大家多来这边走走 多来这边逛逛 像爱迪嘉基金会这样的事情 使大家多多参与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今天开开心心的 多买一点吃的东西 多买点好玩的东西 让这边的代理家的代心 能够好好的发挥到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身上去 林沛祥也感谢主办单位提供一个平台 让更多人了解在各自领域中努力奋斗的故事 也让梦想得以实现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